春节后开工日,公路总局对Uber寄出了勒令歇业裁处书。 公路总局表示,Uber已经在台湾违法载客4年了。 依照新修的公路法,只要未经核准经营运输业, 勤结重大者得勒令歇业。 而对此,台湾Uber回应,从下个礼拜五,2月10号开始, 将会停止Uber的派车服务,并且希望能够跟政府重启对话。 Uber上个月大动作宣布,将与计程车业合作,免费提供轿车平台, 但交通部认定,Uber违法派遣白排车的部分依然违法, 新修正的公路法规定,违法除了加重罚还,还得勒令歇业。 而公务总局在1月6日到1月20日之间,已经拦查48辆Uber, 根据新法,春节后第一个上半日,对Uber寄出歇业采储书。 我们也相信,即使我们有我们单方面这样的一个条件达成, 我相信Uber他还是会去就他所认知的范围以及法规上面, 再来跟我们做相关的探讨,我想我们再把握这些沟通的机会, 大家不要走到绝路。 Uber在台经营4年,因没有依法申请为运输服务业, 累计被开罚超过11亿元,面对主管机关勒令歇业, Uber公司随后发表声明,下周五开始将暂停Uber在台湾的车辆分享 媒合平台服务,希望能重启和政府对话,未来有机会继续服务。 希望可见的未来,Uber再度有机会服务台湾, 为台湾带来更多创新的机会。 对Uber来说蛮不公平的,因为我自己也是Uber的用户,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跟计程车,就是这些工业公平竞争,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, 是像拍卖网,可是你拍卖网他本身他负责卖东西, 他是一个平台,所以我认为Uber他是一个资讯平台, 蛮合理的呀, 有专家认为这并不能视为是政府阻挡创新产业, 而是个案问题,根源在于Uber没有一开始, 就和台湾计程车也合作, 专家也建议,目前政府对于运输产业的法条定定, 是在网路轿车平台出现之前的旧法, 也许可借此机会重新检视, 相关法规是否还适用于现状, 记者薛一家林志坚张子佳台湾报道。